感受比了是因為我要做生的 通常我發炎的情形都已經比較嚴重了 甚至已經到我會發 大家好,我是劉玉智醫師 歡迎許伯瑤醫師來到照護線上 大家好,我是許伯瑤醫師 請問做會吃飯會傳染微信感應的步 這個問題這麼多人在的問題也會問我 事實上,微信感染是金融、火和體液來傳染的一篇 所以做會吃飯、吃東西並不會傳染微信感染 微信感染主要傳染的方式 還是它不肯吹噬的傳染和水平的傳染為主 水平的傳染主要是它作會用去面子和漿頭 還是漿股、吃梨、蒸魚空 這東西也沒有經過完整的消毒 就有可能因為這樣傳染微信感染 另外,不安全的性行為也是集中一個傳染的因素 經由吃宿去傳染的感染主要是A型和E型感染為主 因此,不要吃青的阻重個人的衛生是宇宏感染到A型感染和E型感染最主要的方式 請問性行為會傳染微信感染嗎? 微信感染主要是經由血液和體液傳染的一種病 因此,性行為是有可能的傳染微信感染 尺寸上早期微信感染是比另外是性行為傳染病的基準一種 因此,在結婚進行的健康檢查 甚至在高昂進行 比較適合,另外一半是微信感染的代言者 自己也沒有空體的位子 都應該要接受微信感染疫苗的接種 請問會比較疲勞是因為乾杯嗎? 在這個門前,我也經常去問問說 以前,我常常的疲勞,我是不是肯有問題? 數學上疲勞的原因有這麼多種 也有可能是生理和生理的因素 生理方面有可能是因為做工作壓力太大 還是生化壓力太大所作成的 生理方面,其實除了肯以外 青春、心中、喜寶,還是藥寂 甚至內分蜜系統、失調 都有可能做生會比較疲勞 像是疲勞是因為乾杯做生的 通常乾發炎的經驗都已經比較嚴重了 甚至已經到光源化的程度 所以一旦發現自己的疲勞 無法變得更好 加上有些特別的鏡頭 包括青春、眼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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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 這個經驗的發生的位 這樣也是建議要早來看的 超清澈後面的原因 請問回復病抗炎就是乾杯嗎? 回復病抗炎這不一定是乾杯 最重要是有時候 我們如果吃很多紅色、紅色的菜還是水果 包括紅菜頭還是鞋子、韓籍、木瓜 這個你如果說吃比較多的 也會做生會裡面的紅菜頭手、水果 丟在的皮膚上面 這個經驗就有可能的陰器 皮膚的病抗炎 以後我們就叫做胡蘿蔔數學症 這個經驗通常不用受歡迎 只要你檢查 剛才說的這個菜和水果 這樣皮膚病的情形會很會改善 包括紅菜頭的紅菜 或是說蠢豆腎、經驗 或是說搭工太多的意外 其實大部分都跟乾的朋友有關係 有時候會再出現第二代流的信討 和家屬剛才的醫生的情形 就應該要早就一 查清楚後面的原因 感謝許醫師來搞照護線上 我們好拜再見 拜拜 拜拜